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 现在是2022年的4月了 其实正是大好的春光 那么新的一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一些自己的一些目标 愿望在年底的时候 想要去实现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们的殷勤 今年吧 老师 对呀 今年 我首先希望 疫情赶紧消失这件事情 因为有太多太多事情想要做了 有太多太多人想要见了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都耽误了很多 所以我希望今年 疫情赶紧结束吧 狠狠的 表达了所有的情绪 大家希望这场 疫情赶紧结束 是的 是的 对对对 刘宇 我觉得今年我想 在剩下来的日子里 更多的上舞台 然后还有个特别特别 想要的心愿就是 能和我的兄弟们 一起开一场演唱会 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做的 祝福你梦想成真 谢谢 你是大众的愿望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很有共情的 我们俩都算大众的愿望 当然啊 喘口气了 歇过来了 对对对 其实我心愿也跟 小丽的一样 就是希望疫情赶紧过去吧 然后能尽快地 跟粉丝朋友们见面 然后也想跟家人出去旅游 对 跟亲人们在一起 我们更多一些舞台 去展现自己 好 我们的愿望 我在这里定了 都能够实现 谢谢 我说了也不算 但是我们心诚所致 京城为开 跟我们在一起聊音乐 说音乐 唱好听的歌曲 那么接下来呢 马上就到了 三年杨云晴的时间了 哇 好期待你 其实啊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我觉得云晴的很多成绩 都是被大家看到的 可以大家简单地说一说吗 在过去的这一年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收获 首先我拥有了自己的人生第二张专辑 然后我也有参与创作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人生第一次的巡演 Live House的巡演 特别地开心就是能得到业内 还有各位听众的认可嘛 就是让我能做更多我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今年也有在筹备我的第三张专辑了 好棒啊 对 然后也在筹备我的第二次巡演 就希望能顺顺利利地完成这一次的梦想跟 目标 对 目标 对 清单 对对对 其实我看到了有过去的这一年这么多的成绩 其实都是源于大家对云晴的喜爱和支持 确实我觉得这个爱的力量可以是无穷大的 可以给我们很多舞台上工作的人 还有幕后创作的人 都带来很多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源泉 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其实云晴想要带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很好 叫做《我想去你的世界》 《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对 这首歌是我最近的一首新歌 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然后这部电影也叫做《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哇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歌名出现的话 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画面感和想象 对爱的期待和向往 是的 云晴会向往的 每天都在向往着 没有 因为其实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有先看完了这部电影它要说的故事 特别有画面感 然后特别的浪漫 是在一个平行时空的一个恋爱 就我觉得很难得吧 所以我也是因为看了电影之后 我有了自己的一些感触 然后把这首歌演唱出来了 也希望各位会喜欢我这次带来的 是 我们也要一起期待 云晴说那个电影 想到你的世界里面去爱你 哇 那这得是多爱一个人 才说我想进入你的世界里面 到你的世界之后我还要再爱你 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感动的故事 所以特别期待跟着急听云晴唱这首歌 好啊 我看能不能把我唱进 不是我 能不能看能不能把你的粉丝们唱进你的世界 那还行 那还行 嗯 嗯 刘宇呢 我首先觉得爱这个字特别浪漫 嗯 因为我们每一次不管是对谁 只要说出爱这个字 好像都会变得更温柔一些 是 但是呢 哎呦 这个版本确实有点这个硬气了 是我们的初心 是我们的原动力 也让我们一直勇往直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赶快把舞台交给三女杨云晴 好想去你的世界 爱你 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有请 我是一个温暖又可爱的大太阳 音乐是带给别人开心快乐的 然后也带给别人治愈温暖的 所以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是 无处不在的一个东西 其实滴落气会一段一段时间 的出现呢 但是舞台对我来说 它可以让我找到我自己的初心 也可以让我找回我自己本该有的自信 我只是一直在努力的在做 我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希望能带给我喜欢的人 开心快乐就好了 当然是想要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也希望在未来能遇到一些更好听 更不一样的歌曲 好音乐世界都在听 大家好 我是三尼云琴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我来咯 我来咯 《词曲 李宗盛》 当眼眶悄悄地翻着光 当火花乱撞都成过花 你像疼干的刺场 指引我前往 思緒將夜照亮 當微風吹散了小彷徨 當時光柔軟了成家 突然讀懂你所想 突然念念不完 感應彼此調花 沒有永遠的冰涼 微笑一下就暖長 從那海到新房 從北極到太陽 像夢從天而降 你是浪漫星光 當愛觸動你的世界 感同身受這一切 像花開的季節 喜歡把心搖曳 好想好想去你的世界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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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下就暖场 从脑海到心房 从北极到太阳 小梦从天而强 你是浪漫星光 但爱触动你的世界 感动身受这一切 像花开的季节 喜欢把心摇裂 好想好想去你的世界 好想去你的世界 爱你 我觉得云晴是一个特别细腻的歌手 处理歌曲也特别的细腻 可以和心灵对话的那种歌手 你是那种很快就能瞬间进入到你的歌曲的那个情境世界里的人吧 我算是比较容易 其实不是因为说生活上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而是我是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人 就像刚刚就是龙飞哥说的一样 就是我们的想法都比较天马行空一点 没有 云晴要私下回答的话会这么回答 他说嗯 就是因为有实力呀 哈哈哈哈 对 所以 这个实际上真的很好听 谢谢 谢谢 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自己想象力比较多吧 所以在带入每一首歌的时候会 也会去想象 当然也会身边的朋友也会跟我说了很多的故事 我会有可能不能感同身受吧 就是那一种想象一下 所以我能感觉到你在演唱的时候 好像突然间你的面前就有一堵我们看不见的墙一样 你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当中 然后很细腻地可以和我们的心灵一起来进行碰撞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客气了 客气了 我们再聊一个话题 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路上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对我们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们一直可能没有机会向他说一声谢谢 客人 你先说好不好 有这样一个人吗 很多 非常多 对 但是我最想感谢的还是一直就是帮助我的老师 老师 对 老师 我觉得谢谢各位老师这么辛苦 然后也是因为他们现在 就是现在我的舞蹈也会慢慢地进步 包括在歌呀音乐上面都有慢慢地在变好 对 然后希望以后自己也能一直这么努力 然后希望老师们也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哇 老师听了一定会特别地感动 其实我非常赞同刚才前面们说的谢谢很多的人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相信很多正在看节目或者是正在坐在我身边的人都希望谢谢自己 内心的那个流语 我刚刚讲话说 哎 其实我想说谢自己 是吧 内心的那个流语 是 应该是 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说 在这个道路上可能有很多的人给予了我帮助 但其实真正坚持下来 真正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坚持的人是我自己 我觉得如果能够在这条道路上继续保持这颗初心的话 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哇 刘宇和少年老成 其实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自己 是的 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自己 没错 有时候超越我们自己一小步都非常不容易 有时候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 说出那句最温馨的话也是内心的那个我们自己 是的 其实你看小宇年纪确实很小 对 但是看了这么懂事其实蛮觉得蛮心疼的 就是你大可不用这么懂事 我觉得你应该在你这个年龄去享受你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权力 哥哥都心疼你了 你看就像我一样 对 我现在很享受我现在的状态 对 对